大家好我是伍丁阿姨 大家见过这种翻地的方式吗 使用电钻式水泥搅拌杆来翻地 九鼠哥想得出来 小搭杆是我在淘宝网买的 叫做小蜗牛搅拌杆 别碰那个砖 进去里看一下 小蜗牛搅拌头是什么样子 这是熬了一冬的厨余 这是用那个厨衣机做的吗 那你被骂不放后院都放前面呢 这是前面不肥 明白 再有鼠哥吃的瓜子皮 这都最健康安全 我们尽量不用买来的鸡肥 猪肥 这都是比较危险的 容易有寄生屏的 羊粪跟牛粪是可以外面的 鼠哥边翻地边将一冬的有机肥到里头 这是出一分解机出来的 从今天开始 鼠哥就开始陆续的干室外的活了 你为什么不扎到底呢 这底处不动了吗 我发现电钻没劲的 电力不足了 电钻锁说劲不够了 是不是你没充电呢 不是 以前的土还是硬的 有点凉 是 我感觉土还有点冻 因为那个你看血还没完全化 要不你再等等吧 以前这是我的花谱种一金香的 一金香后来一点点退化了 不怎么长了 所以我们就给它变成了小型的菜园子 前面种点葱 后面呢 现在鼠哥产的土那部分 我们就种小西红是紫色的 这个草跟这些土鱼工具是最安全的 是你那个去年夏季 剪完草之后到里头的 对 剪上杂草的 葱生又可以增加火料 我总感觉是你来挤的 就那好几块都那样子 原来没有这么大风 那就是那什么 这花坛的是鼠哥自己做的 买的砖 还行 因为你给它弄土比较松了 还可以 将刚才倒的有机肥跟土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其实我发现你要用有线的那个电钻 劲才大 咱家有吗 接电线的 有啊 下次吧 弄了有一半 留一半旁边找葱 他说不能动 电钻没电了 彻底没电了 一下雨 就会充分晒芭蕉 那个葱的肥力能跟着粘点 去年就有好多小葱 这档子就足够了 就秋季翻地时把那葱都拔了 在倒里头 今年冬天就到了 一冬就发酵 所以我现在做最后的清洁工作 清理工作 好了 干完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